本欄目由康维塔特约赞助播出 关于你和你的家庭 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Inna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油价高涨 国家党魁建议要撤销全国性的燃油税和地区燃油税 但是新西兰的总理哲仙家却认为 油价上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石油进口商的利润过高而导致的 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当中 我们还将会了解到的是 北岸大桥的skypass步道或将成为收费项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新西兰油价持续飙升 燃油税的实施更加是雪上加霜 国家党魁Simon Bridges表示 现在新西兰家庭平均每年缴纳的汽油税 比去年的同期是增加了200纽币 而奥克兰家庭每年则多需缴纳324纽币 Bridges说 新西兰人每家1纽币汽油 其中的53纽分则直接进入了政府的金库 随着油价的攀升 政府的份额和新西兰人所面临的成本只会变得更糟 自大选以来 全国汽油价格平均每升上涨了42纽分 达到历史新高 其中包括本月上调的3.5纽分消费税 这使政府每年获得约1.23亿额外收入 加上燃油价格上涨后带来的消费税 以目前的价格计算相当于每年2.2亿 Bridges说 这就是新西兰人支付的所有额外费用 他说 奥克兰市政府现在也从奥克兰的家庭中 获得7000万纽币的额外收入 这是政府支持征收地区燃油税所带来的结果 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还有两项消费税将增加 Bridges认为汽油是家庭和企业的固定成本 与其征收更多的税不如控制开支 希望政府撤销全国性燃油税和地区燃油税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控制其他领域的支出来获得资金 上月 一些加油站的91号汽油价格达到了每升2.4纽币的历史新高 而且随着10月1日消费税的提高 油价进一步上涨 今年早些时候 油价达到每升2.3纽币时 AA汽车协会会与政府立即将价格下调10纽分 新西兰消费者协会则表示 高油价可能会迫使人们骑自行车 步行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面对不断飙升的油价 百姓怨声载道 指责政府不作为 有民众就决议在26号要采取行动 抵制境内所有的加油站 向石油行业和政府提出抗议 就在昨天的时候 总理执行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此表示 石油进口商利润过高是导致新西兰国内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指责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从2008年至2017年 石油进口商的利润率仅翻了一倍多 而从去年10月至今 新西兰平均油价每升上涨0.39纽币 而其中只有17%与燃油税相关 石油商才是最大获利者 他说 政府将在两周内向议会提交一份商业法修订草案 希望通过立法迫使石油公司共享包括利润数据在内的重要信息 并配合政府做好调研和监管 并以此来控制油价上涨 近几天月来 新西兰国内经济备受油价困扰 民众认为成品油价格上涨 归根结底是因为征收了各种税 据统计 目前新西兰的各类税占到油价的一半左右 具体包括燃油消费税 商品及服务税 排放交易计划税 以及奥克兰地区燃油税 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8月底 油价已涨至每升2.3纽币以上 三个月内涨幅超过15% 经济学家认为 如不加以干预 新西兰油价有可能在近期突破2.7纽币 这现在明确表示 取消燃油税不可能 他说 即使取消了燃油税 也不能保证成品油公司会放过消费者 消费者还是会付出同样的油价 随着夏季租赁高峰季节的临近 新西兰政府计划 年底前要颁布中介费的净利 以便为新的租户节省资金 但是人们普遍担心 中介费取消之后 房东可能会通过提高租金来补偿损失 根据拟议的新法案 如果房东或代理人 为租赁服务向租户收取费用 将面临最高1万元赔偿金 另外 特别委员会还督促政府 引进一套监管制度 对包括物业经理在内的 租赁中介进行监管 该法案将确保出租物业的相关成本 由房东承担 特华福德此前曾表示 新西兰近一半家庭租房居住 该议案有望每年为新西兰家庭 节省4700万元 目前房东可以向新房客收取中介费 名义上是支付他们为寻找租户 而付给中介的费用 但没有最高限制 通常相当于一周的租金 外加GST 国会特别委员会承认 这意味着中介费往往不能反映出 出租或签订租约的实际成本 因此 该委员会建议 在繁忙季节到来之前 及时取消中介费 专业人士认为 此举会退高租金 物业经理会通过 向房东收取更高费用 来弥补收入损失 而房东则会通过提高租金 将增加的费用转嫁给租户 据了解 目前全国范围内租房者 可选择的房源很少 Chimmy租赁房源同比下跌了3% 有房地产投资者表示 拟议的租赁法变更 可能会使部分投资者退出市场 也有人担心会增收资本利得税 而变卖了房产 这意味着未来一两年 租赁物业可能会出现短缺 而且租金会大幅上涨 投资者表示 租金上涨趋势远高于房价 今年8月 新西兰的交通部长 菲尔特怀福德提出 建造北岸大桥Skypass项目 要在北岸大桥的下方 建设行人和自行车 共享的专用通道 该工程计划投入3300万 由政府全额资助 作为未来三年 全国3.9亿纽币步行 和自行车项目的一个部分 将会免费对公众开放 然而近日又有消息称 该步道完成之后 将需要交费才能够通过 按计划 Skypass项目 要在北岸大桥下方 建设行人和自行车 共享专用通道 作为一个转型项目 能让奥克兰人自由地步行 和骑行到市中心的同时 欣赏美景 预计造价3300万纽币 但因建设费用 可能会超过4500万 有消息称 该步道将需要支付费用 才能通行 最初的计划表示 使用ATHOP公交卡的用户 单程或将支付3元 而购票通过的将花费7元 这个消息引发了奥克兰居民的不满 据调查显示 64%左右的居民认为 政府在食言 他们将不会花钱使用这条步道 Skypass项目负责人 Woodward表示 他希望手持ATHOP公交卡的行人 仅需出入刷卡 就可以免费通行 而对于那些没有卡的游客来说 就需要买票通行 据悉 建造好的Skypass晚上可能会关闭 成本高昂是因为计划使用复合材料 避免金属腐蚀的问题 减少维护费用 同时因为桥省两边遍布居民区 建造方需要尽最大努力 确保居民的隐私 塑料袋的过量使用 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并且会对各类海洋生物造成严重的伤害 总理Jasinda和环境部长欧仁尼 曾在6月的时候表示 新西兰的零售商需要逐步停止 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 那么自上周 康档超市停止出售塑料吸管以后 昨天再次宣布将从10月15号 也就是下周一开始 不再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了 据了解 全新西兰180家康档 将从10月15日 也就是下周一开始 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袋 康档超市自今年5月21日起 分阶段实施取消一次性免费塑料袋的计划 首批有10家超市设为试点 这10家康档超市包括奥克兰有4家 上周康档又宣布将不再出售任何塑料吸管 只销售可以回收或者容易降解的竹质 金属和纸吸管 昨天再次宣布 从10月15日起 全面退出一次性塑料袋的日子 届时消费者还会发现 店里一些原本采用塑料包装的食品 都会改为纸包装 有报道称新西兰的人均城市废物产生率 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 据统计全年每年使用塑料购物袋 约7.5亿个人均达到154个 目前新西兰主要的两家连锁超市 及数家大型零售商已经宣布 将在2018年年底前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近年来新西兰已有超过10万人 联名签署了禁苏令的申请书 康档超市是新西兰第一家宣布取消 一次性塑料袋的大型连锁食品类超市 在中国的北京 有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老店 小小的门店 长条格局 没有豪华的装修 也没有精致的摆盘 甚至摆不下几张桌子 但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快餐店 却具有极高的人气 每天都要排起十几米的长队 来光顾的既有几十年的老客 也有慕名而来的新客 近日因为征服规划用地 13元的快餐店 不得不告别这最后的一天 坐在收银台前说话的人叫孙云霞 作为邱云平快餐店的主人 他和这家小店已在北京 俯成门内大街上坚持了将近30年 2018年10月8号这一天 是邱云平快餐店营业的最后一天 作为一家坚守在北京二环内 有着近30年历史的老店 邱云平快餐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 小小的门脸 内部是B做的长条格局 店铺摆不下几张桌子 但与这小小的店面形成反差的 是他的高人气 早上不到11点 快餐店外就已排起了十几米长的队 他这的菜味道好 吃着舒服 经济实惠 作为快餐里面的 他的味道是不错的 他们说做一天营业了 特地过来买来了 不少食客对小店的评价都是经济实惠 细看菜单不难发现 店里主营十来种菜式 加上米饭 一份快餐有婚有素 定价13元 个别几种是15元 能免费续饭 这样的价位 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城二环内 还正对地铁口的店铺来说 显得格外的低 而据孙云霞介绍 快餐店开业多年 涨价的次数并不多 菜价低廉 一方面是因为房子是自家的 不需要房租 另一方面则是对顾客 也有一份同理心 就是每涨一次钱 都得琢磨很长很长时间 就是因为觉得 像我们这吃饭的人 基本上都是拿那个工资的人 有好多的什么打工的 什么学生 都生活不容易 所以就是菜价 只要我们能承受 能赚点钱 基本上就是菜 这个保持 一直保持低菜价 自1989年开始营业 孙云霞守着自家小店的同时 也见证着周围的变迁 学校迁走了 企业变多了 地铁开起来了 周边店铺门脸更大了 来吃饭的白领越来越多 大家对饭菜的要求也变了 但不变的是他饭菜的质量 和易如往昔的味道 老店自然也有老顾客 孙云霞说 常有定居外地的老熟人 回来吃饭 跟吃相比 邱云平对他们而言 更多的是回忆和念想 得知今天是营业最后一天 不少时刻满心不舍 有人追问店铺以后 还会开在哪里 还有人多打了几份饭 吃一份剩余的打包带走 由于政府规划 邱云平快餐店 也迎来自己的尾声 但作为主人的孙云霞 却并不悲伤 提起未来 他说 以后这里会变成一块绿地 大家的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好 他虽然已年近七十 但是仍然愿意去外面再看一看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继续把这种清明快餐店开下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 News 或者是通过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于10月31号晚上7点30分 在Wordphone Event Center举办 赞助商GPSPAR成就美丽梦想 CMC Market 外汇股票交易平台 UNICOMNZ专注商业及家庭网络服务 全球专品专购就在33go 精品印刷就找以美购 制定钢琴提供Louis Eddy 制定签证机构 双子移民留学 制定餐饮洗洗海鲜 鲜花摄影 旅程婚礼策划 订票请登陆 alalaentertainment.co.nz Resin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 七五折到七折优惠 强制七折优惠 粉刷用具七五折优惠 让Resin祝您省大钱 公贺宝德丽丝留学移民成立八周年 八年来我们兢兢业业专注于留学移民 想留学办签证要移民就找宝德丽丝 地址175号Clean Street五楼Oakland City 电话093098818 从树的树到树的树 自然的树 自然的树造成一种力量的折托 在ComVita 我们有提供了一个质量的平均 我们叫PFL 这个銀杆 develops bed装的赨品 每量的益品 是比较足一个流氓方面 和 다른集体疗的強化 就成为分开 只有那种地球的作品 但是可以性能做折托 地壮绘使用方法 zg如果带缓 recipro持续 你的相互 身诊